今天想跟大家介紹南非茶 大粒有什麼好處呢? 就代表好像土里一樣 坊間也有很多 但有些便宜到在茶餐廳做茶膽 有些可能是賣到很貴一餅 究竟如何分辨呢? 其實越斬得粗就代表它的東西本身好 其實它一股篩了出來不要的東西 反而有些便宜一點的南非茶 就是拿了這些比較幼的 沖泡了就來做茶包了 另外有一個很容易分辨的方法就是 譬如你在坊間幾萬元一餅的普利茶 它會不會無端端去加人參粉 加玫瑰花進去? 不會的 通常就是原材料沒有那麼好 它的茶葉才會需要加很多味道 讓它會刺激你去買它 然後再煮一次 請問你 為一個好看 在這裏 用餐廳 有些東西 發熱 感谢观看